欢迎收看Pipple 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成立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跟其他的影音平台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Pipple不只是一个公民记者朋友可以发表 分享您所关心的议题以及拍摄报导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Pipple上面提供了许多的教学资源 跟公民记者朋友分享你如何采访拍摄剪辑后制 完成一则好的影音报道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很独有的影音教学的网站 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资源 当然里面的内容也是不断的与时俱进 最近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新的网站 里面有许多丰富的内容 它是数位叙事网站 而究竟什么是数位叙事公民记者朋友要怎么应用在自己的公民报导当中呢 今天的webcast我们特别请到了Pipple的同仁阿超 公民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超 我们要请阿超来跟我们分享哦 到底什么是数位叙事呢阿超 数位叙事其实从字面来说 它就是用数位媒介来说好一则故事 那有别于过去传统的媒体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报纸它只能用文字来形容声音 那广播可能用声音去形容美景 那可是呢都有一点不足 然后好不容易后来有了电视之后呢 电视有了声音有了影像 但是我们常常又有看没有懂 然后又少了互动这一块 但是呢我们有网路的优势就是说可以即时的互动 然后它可以超连结 它可以结合多媒材来混搭运用 那数位叙事呢就是利用网路的优势的一种叙事说故事的手法 那简单来说如果公民朋友们可以善用这个叙事的手法的话 那就可以跟现今最流行的一些网路媒体一样 然后他们可以把故事说好 然后说做更有创意更完整的故事 嗯的确哦 因为请您知道很多公民记者 其实在拍摄报导的时候 有时候都遇到说哎呀我觉得我的画面不大足够 或有些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可以透过我拍摄的画面就能够呈现出来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能够善用数位叙事 其实就可以把你想要分享的资讯加入在报导当中 并且用更清楚的方式让观众知道 那我要请教一下阿超 我们数位叙事这个网站里面 其实我们分了很多不同的级别 那它大致的内容有哪些呢 嗯其实我们在制作数位叙事这个影音教学之前呢 我们有跟福大的新闻系的老师阿肖老师有讨论过 那呃其实我们是想要从浅到深 那所以我们规划了十集的内容 那第一集内容当然是跟大家分享说什么是数位叙事 让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初阶的阶段 那我们就是有所谓的新制图 那新制图就是说你在呃制作数位叙事之前呢 你可能就是大家要有用用新制图来自己做一些呃规划整理 然后以及架构 让你自己的报导会有逻辑 然后可以抓入到重点 那接着呢就是大家比较普遍常用使用的图像叙事 那就是用图片结合文字 那接着呢你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普及在使用的资料 资料叙事就是所谓的图表叙事 那到了中阶的部分呢就是开始会有动画啦 然后还有所谓的呃地图啦游戏叙事 那高阶的话就进入了简报 然后还有大家现在常常在看的懒人包 然后以及需要团队合作的所谓的数位专题 那呃我们会规划这些的内容呢 呃就是希望说公民记者朋友们可以渐进式的 然后呃在拥有呃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擅长的叙事的工具 叙事的方法来说故事 好然后再利用我们之后呃里面介绍的一些免费的软体工具 然后去操作 这样子就可以实现使用数位叙事的方法 对阿超刚刚讲到一个呃重点就是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呃数位教学的网站啊 不只是告诉大家说哎我们有拿几种数位叙事的方式 更重要要的是每一种数位叙事的方式 我们都搭配了软体的使用 那基本上这些软体目前都是免费使用的软体 就是公民记者朋友你们如果想学的话 在呃初级使用阶段都是可以免费下载来使用的 我们来请阿超举个例子好了 以公民记者啊可能最常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地图叙事啊或者是图表等等 你会举个例子 公民记者要怎么样去运用呢 呃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大家公民记者朋友可能最常碰到的问题说 比如是碰到一些法规 或者是要保护呃受访者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呃拍摄得到画面 或者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呈现 这时候你可能希望说啊如果有动画的话就好了 但是动画对以前来说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觉得他那个是动画师的工作 那我可能还要从头学动画 那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呢就是在网路上有一个叫PowTone的呃免费的软体 那你只要点写进去 有点像是在呃玩电动游玩具游戏一样 那你只要选择你想要的一些呃素材 然后你可以套用它的模板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组织架构起来 只要设定一些呃进入跟呃出去 然后的一些简单的设定就变成一个呃 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呃动画 然后结合你的报导 那就会变成一个很生动的东西 那变成说其实现在很多呃免费的软体 他们都已经为了呃想要说好故事的人去设想 他已经设计好了很多的模组 那我们只要懂得去运用它去套用它 那再放在我们的报导里面 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创意 然后很有特色的一则报导 嗯对 因为在我们的叙事网站里面 我们除了介绍每一种软体的使用方法以外 另外我们也实作给你看 比如说公民记者原本的报导是这样 那如果加入了数位叙事的软体去改做之后 它可以呈现出什么样不同的风貌 我们就是一直尝试着 要用最贴近公民记者朋友的方式 让你了解说数位叙事可以怎么样的应用 那应用之后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每一集都是精心的规划设计 然后希望让公民记者朋友可以很快的上手 去了解软体的使用也能够适时的应用在自己的报导当中 所以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公民记者朋友 不管你现在用不用的到 因为我们这个网站刚推出 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公民记者朋友能够认识了解 现在这种结合科技软体比较新的 也比较丰富多元样式的影音报导说故事的方式 那到底我们用了数位叙事 能够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最后请阿超来跟我们讲 到底用了这些软体之后 会让我们报导更丰富吗 更生动吗 我会引用报导者总编辑何隆信的一句话 他说其实数位叙事不是把文章数位化 也不是把新闻负责化 而是把故事说好 那所以我觉得 使用数位叙事的工具 目的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的新闻复杂化 或者是说要把自己的东西变得说好像很特异 好那那目的就是说你要抓住重点把故事说好 那其实还是回到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说 就好像厨师在煮菜一样 那你可能同样的食材 你会用很多种方式来料理 你可能用水煮的啊 你用清蒸的啊 你用快炒的啊 那甚至你是直接用凉拌生吃 那每一种尝起来的味道跟感觉都不一样 那数位叙事的工具就像是这样一样 就像厨师料理的方式一样 那你要找到你最喜欢最适合的手法 然后那你要料理出一道好的菜 其实最重要的根本还是说食材要很新鲜 那一样的一则好的报道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好的故事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呃希望公民记者朋友你不要本末导致 然后在学习数位叙事的过程还是一样 就是要基本功要做好 然后要找到好的故事 然后运用你擅长的说故事的方法来说故事 然后在学习的路上 然后找到快乐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重要的 嗯对我们提供给大家数位叙事教学的网站 就是用最快速 而且最方便的方法 让公民记者朋友可以了解 各种不同软体工具的运用 人家说公寓 呃什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我们把每一种工具都了解之后 以后我们再遇到我们报道题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挑选 也许我运用哪一种方式 会让我的报道更丰富 然后或者是让我的资讯内容更完整 也不是说一定现在我们的报道里面 一定要用到数位叙事 但是哦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数位叙事网站 可以让公民记者朋友看到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的用心 我们这么长久以来一直持续 陪伴着公民记者朋友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哦透过各种 科技软体的运用能够帮助公民记者 让你的报道更丰富更精彩 今天非常谢谢阿超来跟我们分享 数位叙事网站推荐给公民记者朋友 你们一定要上去看看哦 PayPal Webcast 我们下次见